楊志厄他是獨居的 雌雄並不生在一個洞穴裡 可是他怎麼接近呢 往往在發情的前期他發出鳴叫 這個名稱雄性雌性是有區別的 雄厄他發出高昂的鳴叫 雌厄他發出低沉的鳴叫 可是這種鳴叫的聲音 就能夠促使他們相互接近 就是因為他的肺活量非常大 當他氣體排出來 通過他的喉管 通過他的喉嚨 那就可以發出戰鼓雷鳴的聲音 楊志樂雖然性情比較溫柔 但是他在爭奪領地的時候 特別是在繁殖季節也有一切動物共用的特性 就是他在繁殖季節為了爭雄或者爭雌很羞猛的 往往兩個熊的為了爭奪一個熟的來進行交配 或者兩個熟的為了爭奪一個熊的 他相互輸咬 因為那個水面太小 只有一亩多地的地場 就是在交配系統的相互打架 有些尾巴咬戰了 有些腿咬上了 有些眼睛咬壞了 有些眼睛咬壞了 頭部咬壞了 甚至我這個 negatives 整個重生的季動物 對於是可怕的 中國的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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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臨 如果我們有困難的瘡 我們會出現 就會在博士生亦 是日本人的環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